明年11月30日星期一的下午 4月46分的已刑金融网的时间 回到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已刑金融网 刚刚为大家请到的是林佳琪 KK今天第二位的嘉宾 在我们现在电话线上 以及为达联东 是基本投资管理型的总裁 及合伙人经理陈博生 Persi How Persi Hello 你好 阿明 Hello 刚刚其实跟KK呢 也有稍微提过一下 但是我没有进入深入的一个分析 所以接下来时间呢 想请陈先生跟我们来讲起来说一下 有关于这个美国方面啊 目前这个黑名单的一件事情 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 像是中文邮方面的话呢 就说现在还没有收到美国 有关的政府机构的任何的正式通知 有关于这一次 这个涉嫌和中国决方有关联的 企业黑名单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其实呢也是在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头啊 很多的公司都被牵扯到这些事件里面 你们怎么要去分析这一次黑名单事件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那89间公司就先前 上个星期我们说了它是列入了和军方解放军有相关的关系的公司 其实这个都会有几大影响呢 但是我想这些公司里面是因为你知道美国很多机构未来的投资会受到限制 在这些公司 然后现在就其实最近的油价升对于油股应该是好的 但是就是说中国海洋石油 中芯国势受影响啦 中芯其实一直我们我就觉得已经是各方面都受影响的啦 就是晶片啊 所有各方面的解放军再加下去 所以它那个跌幅就稍微少一些啦 但是如果你说看中国海洋石油就中海油 那就新加下去 因为它第一是很大的公司啦 那你这些公司其实你投资中国 投资能源那其实你的指数基金啦 或者MSCI或者是美国相关的 它都会投到这间公司啦 那我变成了我手上没有数据它是占多少%啦 但是我们单从我们就这样看所有基金公司去里面 其实要投资能源、石油、中海油呢 其实是应该是说必备啦 那如果你说真是这样去到 就是说它跟那89间公司以外再增加四间 其中一间呢 那变成了它受的影响会都挺大啦 因为譬如你看Top 10 Holdings 一般看基金公司 投资China的 中海油就实有这么小的啦 即是它那个Sector的Allocation会实有啦 那就是它根指数就嘛 那它实会有啦 因为市值大 中芯就反而没那么大影响啦 那但是你一下子你撇了出去 那变成了你就真的 很多美资基金如果真的落实了 就会有一年时间去沽售啦 那也挺大我相信那个量都 那所以就那跌幅会这么大啦 加上油价先前升 其实最受惠就是我们说 零售啊 旅游啊 银行啊 石油啊 这些都是受惠嘛 那你升了就变成了一些人更加 走先啦 那这样的情况啦 那变成了出现了这些这样的清单 即是特朗普在 未离开做总统之前的 我相信还会有些动作在那啦 嗯 是 刚刚声音很重要 就是美国大选这件事情 刚刚其实也有谈到 就是这一次美国大选方面的话呢 在不断的去申请看 可不可以上诉啊 或不可不可以提出一些诉讼 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点票的 重新点票的结果 还有整体的一个 租通方面的一个成绩 其实都不太支持特朗普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拜登的身体情况啊 的确令人担忧啊 跟董哥玩耍的时候呢 把酒给 把脚给弄伤了 所以其实世界上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大选 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阴霾吗 你觉得 美国大选呢 其实我们觉得都比较 陈奈乐定的 还有呢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 他是在说 这个耶伦 耶伦有机会是被 新政府是 就被提名 做这个财政财长 变了他和鲍威尔 就是都是联储局出来 就是那个大家会觉得 其实对市场有更加大的强心 因为耶伦是支持货币宽松的 他是支持货币宽松的 变了市场 就 美股的表现会更加好 因为你始终 你的货币宽松首先受惠都是美国的 拜登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我相信 就是美国的大局都会定的 就是他可能 做得没那么积极一点 做得没那么积极 就是 和市场现在都是 揣测着他 第一手要就是 就是做些措施去 控制疫情 和那个中美那个关系 会没有走得那么 就是 大部分看法 重点他都是会 抑制中国的 但是对中国的强硬 或者是 甚至乎我们现在看回来 贸易战是不是真的 他要打回另一个牌子 去回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其实是对很多人没有好处的 有些他会做有些不做 会选择性一点 就没有好像特朗普那样 走到一边 那变了整件事应该是 温和一点 对整个经济是有利一点的 大家都是有利一点的 因为我们 过去看回很多 全球化 包括这个 最近签太平洋的协议 日本也在里面 然后 很多我们看到 整个亚洲区的贸易 其实先前大家都很害怕 美国说 你这样不行 你和中国玩的话 你可能会 他与你为敌 但是我们最终 看回五眼联盟也好 或者太平洋协定也好 因为 太多全球化的东西在里 变成了整件事就不是说 你想不玩就马上不玩 你凭那个手机拆件 难道 你拆了它不让它做 你都要时间搬去越南 搬去印度 这件事未可以做到 那变成了我觉得整个美国战 可能在 不是重大的 像这些国防 解放军 人员的交流 这些意外 就是重点的意外 都是会继续做的 不过 他那个重点 都是希望 有一个强硬一点的态度 拜登不代表他是软弱的 但是 他应该在贸易战关税那方面 我自己觉得是 某些东西就不需要走得那么快 没有特朗普就走得那么严重 加上他身体问题 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 整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潜力 那么有人说到 其实这一次美股 可以看到无论是纳指还是道指的 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在波幅区间 但是总体来说的一个上升力度 还是不小的 而且我们看到 已经持续那么长时间的一个上升通道 其实对人来说的话 觉得目前美股方面的一个投资的一个 水位仍在哪里呢 我们说回美股 美股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 今天做了一些数据 我们所谓的FAANG 即Facebook、Amazon Netflix、Google这些 苹果 其实这些股票 在高位回落大概是9-12%左右 在这一段时间 在9月2号的高峰期回落 就9-12%左右 反而我们说一个价值指数 标准普尔500的Vanguard Index 是一个价值指数 价值指数 在同时间升了7% 当中其实银行 升了2成 能源升了1成 就是说整件事 尤其是在最近 包括美国的Mondero 和德国美国的Pfizer 和德国的BioNTech 研究疫苗 包括英国的Ascendra 和牛津大学的疫苗 大家看到可以生产安全 亦非常有效 变成了传统股 这段时间没有升 就由9月份开始 科技股回落 就慢慢加上传统股份 而这件事最近 你们看到又慢一点 又好像你见到星期五 个纳指 S&P500是上升了一身高 反而那道指 就收回2万9千头 反而在3万点上升了一身高之后 就回落了 那变成了整件事来说 我们就是看回 是交替这样去做的 因为你看回那些数据 无论你在美国的感音节 网上销售是上升了一身高 好像有些我们说 香港我们看到 港股的小米的业绩也好 双十一也好 但是那些股份是需要调整的 不可以直升的 那你heaven said 其他便宜 那你有疫苗 当然会留回这个传统先 但是传统开始没什么力了 包括美股和港股 先前我们说一些收租股 港股的收租股 一些好像大型的 Risk 领展 或者太古地产 其他的我们都会见到 是开始有少少没什么力的情况 那现在又回到 当然今天就全部都没力了 这个中资受中石油影响 那些科技 因为上个星期五 还是港股科技 还是升回一点的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 都是升升跌跌的 这段时间的科技 但是传统的跌幅 相对就会 波动会小很多 那 友邦也好 美股的AIG也好 花旗也好 这些我相信 我相信会 会 大家剩下 其实全部都有少少 获利回吐 应该这么说 美股反而可能 不太看疫情 虽然疫情是创新高 那 我们看回 都挺严重的 又可以和大家 讲一讲疫情 疫情方面 其实美股 美国的三藩市 就是我们讲的 是洛杉矶 他们都有三周的封城 在洛杉矶那边 三藩市的案例 非常厉害 由平均每日118宗 增加到11月16日的768宗 都实施了 由 30日开始去计 11月30日开始计 三藩市是宵禁 夜晚的期间 到圣诞节之前 10月21日 变了那个停业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大家又会 炒回一些 美国的网络股票 比如网购 各方面 作出了调整 因为港股走得相对是 周期慢了一点 所以整件事就会是 港股可能调整完 都会慢慢站定 科技也是 部分我们客户有持有的